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说一个立竿见影的成语故事 这个本来是古代一种测量定制节气的方法 只在阳光下树立一根竹竿 根据投射日影的长度、方位等观察自然界的变化 因为在阳光下树立竹竿,可立即见其影 古立竿见影,又用来比喻迅速收到成效 词语可见于汉代魏伯扬所作的参同器 参同器为道教最早系统论术炼丹的典籍 也称得上是全世界最早的炼丹术理论性著作 全书脱意象而论炼丹 其中存在着许多先进的化学观念 对炼丹术有重大的影响 其中谈到修炼的方法 五行指的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 五种物质 古人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五种物质所组成的 此五种物质以循环的规律相互滋生 单以相互制约 修炼时若能顺应五行 并且专心一意 没有任何遗漏 这可快速而立即的见到功效 后来原文中的立竿见影演变成为成语 就用来比喻迅速收到成效 希望这个故事对大家学习成语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也请帮忙订阅、留言、分享